千万不要认错的10款FC假魂斗罗 我是专家 第五名 快打魂斗罗 选人见面竟然改成了街霸里的人物 而游戏的本质其实是特种部队一 游戏品质很高 只是到了盗版商手里就改得面目全非了 再说这街霸和魂斗罗有啥关系 第四名 空中魂斗罗 名气很大 其实游戏的原名叫做最终任务 游戏的音乐和可玩性都很棒 小时候也不管那么多 只要玩得爽就行 一直到很大了才知道 这个名字原来是假的 第三名 星际魂斗罗 原名Rafa世界 继承了盗版厂商的光荣传统 在外太空打枪就叫星际魂斗罗吧 你别说 这游戏的主角最初的构想 还真是终结哲理的施瓦辛格 而魂斗罗的原型中也有施瓦辛格 第二名 水上魂斗罗 原本是非常好玩的FC游戏赤影战士 两个角色两个颜色 一开始在船上 就被冠上了水上魂斗罗的名字 游戏品质非常的高 是童年我最爱玩的游戏之一 小时候就奇怪了 这魂斗罗怎么还用起刀了 第一名 魂斗罗X 之前的几款游戏品质 有好有坏 至少还能玩 至于这个魂斗罗X 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小时候玩了这个游戏 都不好意思让朋友看见 我丢不起这个人呢 能坚持玩两关的 基本上都不是正常人了 你还知道哪些山寨的魂斗罗吗 大概吧 二十号 一点边 二十号 二十号